等我们到了关外住下 你俩就成亲 你们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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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干嘛 干嘛 光儿 娜娜姐 光儿 我刚听了点消息 你听了可千万别太着急啊 什么事 听说你额娘得了重病 已经卧床十多天了 什么 我娘病了 什么病 说是心口疼得厉害 这可怎么办呀 我也出不许公 谁照顾他呀 你别急 听说徐公子天天都去照顾他 而且还四处买药为他治病呢 这么看来呀 徐端这个人还真是不错呢 真是难为他了 娜娜姐姐 你不是是出宫经常办菜的公公吗 你帮我先把这几个月利钱 给家里烧过去 先给我娘看病 你放心 我今天就去找他们 乖儿 别哭了 我从小就没离开过我娘 我娘肯定是想我想的 她要是能看我一眼 肯定这病就好了 我这也出不去 别结罐儿 要不 要不你再去修士尝试老爷 就跟他说 你娘得了重病 告几天假回去看看 不过你也别抱太大希望 进宫的时候说过 三天不许出宫的 再难 我也去试试 这个我可做不了主 得请示内务府才行 那就请常使老爷 请示请示内务府 求您了 我可以告诉你 以前有过公女 向内务府告假的事 内务府可从来都没有准光 不管怎么样 还是请常使老爷沸沸心 行吗 我 我现在就去伺候王爷了 那你去吧 好 你怎么哭了官儿 受什么委屈了 没有 王爷 我刚才不小心被香熏着眼睛了 真的 有什么委屈一定要告诉我 谢王爷捶问 奴婢真的没受什么委屈 我 得到 我 注意 可以 乖 老天爷 求您开开眼 帮帮瓜儿吧 伯儿的母亲得了重病 卧床不起 可伯儿在供你做事 根本不能回去照顾 心里实在是太着急 太难受了 老天爷 请您保佑我母亲 身体早日痊愈 求您 让我能够回去照顾他几天 老天爷 我求求您了 王爷 奴婢甚至离开书房 奴婢有罪 你刚才的话我都听到了 求老天爷没有用 他什么也帮不了你 别哭了 不要发愁 我准你回家几天照顾母亲 谢谢王爷 开恩 快起来 刚才问你 为什么不肯告诉我 我见不得你受委屈 在我心里你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值得吗 不不不 王爷 奴婢不值得您对奴婢这么好 我去给您换杯茶水 那可不行 那就是宫里的太监宫女们 有点事就往家里跑 那谁伺候皇上啊 皇后 妃嫔 格格 阿格谁伺候啊 不行 不能开这个先例 八 八 总管 您看王爷的福建都发了话了 您能不能给通融通融 宫里的规矩那是皇上定的 是听福建的还是听皇上的 那当然是听皇上的了 那您就别说了 回府吧 那 何总管 那 我就先告辞了 乖儿 王爷叫你呢 乖儿 你怎么回来了 乖儿 我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乖儿 闻娘 快躺下 别问那么多 是广大人他们帮我想办法 是吗 瓜儿 瓜儿怎么样啊 我娘 我回来了 徐端 瓜儿回来了 瓜儿 瓜儿 您怎么回来了 娘 瓜儿 走 您病得怎么样 我们去给瓜儿做点好吃的 对 我跟娘 您歇着 我去做饭 我去做饭去 我做饭去 怎么样啊 娘 这是要吗 快喝了 瓜儿这两天有消息吗 这个小贱人呢 见着我老躲着走 我看他心仍有点活 该敲的了 现在就传他来 喳 禀告大人 阿格索常识有事禀报 让他进来 喳 何大人 鄂总管 阿格索的苏安尼管儿秉威 小二 有干净的客房吗 有 客官 您要几间 我要两间 好嘞 里面去 来 阿娘 您先坐下来 来 瓜儿 来 给我 走 总在是逃起来了 再以后又怕了 刚才出城的时候 我快被吓死了 现在可好了 等我们到了关外住下 你俩就成亲 你干嘛 走 你干嘛 你为是谁 去 你们干嘛 你俩干嘛 你们俩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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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嘛 为什么当我暂时 打开我 我就不明白啊 瓜儿 逃出我的手心 有那么容易吗 除非是死 我告诉你 想死最容易 你想怎么死我都成全你 不过有一案 得拉上你妈和徐端做陪葬 何大人 你想怎么罚我 你想杀我都可以 但是你别伤害他们 你想让我做什么 你说吧 奴才这两天遇到点事 实在是不知该怎么办 这世上还又让你和声 为难的事 说出来让朕听听 皇上您又说奴才的笑话了 奴才为难倒也无所谓 只是此事 涉及皇族体面 这奴才就不知该怎么办 你到底想说什么 这直说出来吗 皇上 家王爷前几日纵容一个宫女 私自出宫 十几天了都没回宫 就这样的事 他为什么要怂恿这个宫女出宫呢 家王爷平日就很喜欢这个宫女 美美美纵容 现在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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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永年 太荒唐了 就好好地教训教训不可 老臣 你看这次 怎么惩戒永年呢 依奴才之见 永远至府不言 竟怂恿宫女出宫 扰乱后宫 令宗室蒙修 实属可恶 立即全军仪圣经 寻找沐鱼石 皇上 臣以为 家亲王虽有过失 但不至于囚禁于圣经 如此惩罚 似乎过于严厉 望圣上三思 朕已已决 此事 不得再做 永远 你留意下 其余的 退朝 退朝 老师 坐一下 花了 儿臣不敢 坐 今天 朕惩戒过重 这是有意的 朕是想借此告诫你 欲成大事者 且不可儿女情长 否则 俺能与理智果断出事 此随其圣经 若找不到沐浴时 就不要回来 儿臣明白